这个彩桃壶特别之处就是上面捏塑了一个裸体 人像是站立姿势 头位于壶的颈部 招风儿戏眼睛高鼻梁 张大的嘴巴看上去表情十分丰富 人像的身躯和四肢位于壶的中部 双手放在腹前 还用夸张的手法塑造出生殖器官的形象 这个彩桃壶为什么这么奇特呢 这个裸体人像彩桃壶 来自于青海乐都县柳湾村 柳湾村依山傍水 北边是麒莲山脉 南边则有黄河最大的支流黄水 1974年村民在平整土地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陶器 从而发现了我国最大的史前公共墓地 经专家鉴定 这属于四五千年前的马家瑶文化 持续时间有1600年之久 考古工作者共清理了1700多座墓葬 出土了三万多件陶器 其中彩桃就有一万多件 柳湾士族墓地的发掘 如同揭开了一座神秘的彩桃宝库 这些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艺术瑰宝 震惊了整个世界 它们设计精巧 气形多样 构图独特 文式繁复 内容丰富 通过对彩桃的研究 可以了解到古代先民的经济生活文化等各方面信息 青海柳湾出土的彩桃大多是由黄黑红三色组成 历经数千年 光泽依旧 在其中一部分彩桃器皿之上 专家们发现了一些颇为神秘的符号 有的像现在的文字 有的则是简单的几何图形 根据统计有一百多种 据专家推测 这些符号应该具有记事的功能 很可能就是文字的前身 至少跟甲骨文存在一定的联系 原始社会的先民 以狩猎为主要生存手段 所以当时动物崇拜比较常见 彩桃多以动物文样为主 裸体人像彩桃湖的出现 颠覆了人们的认知 它融合雕露 贴素和绘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法于一身 展现了精湛的记忆手法 就连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 也没见过这样的艺术品 这个彩桃 先泥塑成人的形状 然后用黑彩 把人的形象勾出来 奇特的是这个泥塑的裸体人像 居然看不出性别 这在考古界引起激烈的争论 很多学者认为 彩桃湖上人像具有女性身体特征 象征女性崇拜 具有女性特征 有多子多孙的含义 远古社会生存环境恶劣 人口数量多少 决定士族的生存 因此种族繁衍 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这尊人像双手捧着隆起的腹部 口部大张 似乎是妇女分娩时的状态 而且彩虎颈部背面 会有一只青蛙 在人像两腿外侧 也有青蛙的纹样 专家认为 蛙根于是多产的动物 原始社会用来寓意多生子女 继承后代繁衍 我国出土的大量蛙纹彩桃 也可以印证这种说法 但有专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这人像其实是男女复合体 专家认为 这是母系社会 相父系社会过渡期间 男性和女性同时被人们崇拜的一种状态 目前裸体人像彩虎的性别问题 还没有一个权威 有说服力的结论 除了人像性别问题 这个彩桃湖的用途 同样存在争议 原始先民未获得 丰饶的生活资料 期盼通过巫术 把自己的意愿传达给上仓 而彩桃湖的捏素 以及背后的挖纹符号 就是他们合上仓 进行沟通的方式 因此这个彩桃湖 很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 专用的祭品 来吧